作詞・作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夜冷風 塵星伴開 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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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早已愿泪 愿天愿泛 愿来生悲 愿离去 不思亦亦 你去哪儿了 老夫人不是说你负责侍候少爷的吗 少爷喊了一整晚 搞得小姐睡都睡不了 喂, 你啞了 你刚才那些叫唱毒脚戏 就是一个人演一个人唱 何必我说 況且我一直在屋里, 哪儿都没去 昨晚说我不在屋里 我不啞也就好扮啞了 不止扮啞, 还扮精灵 妖妖爺爺, 都不放下嘴了 虎柳, 快来帮忙 我到处去找你 来吧, 还傻了站在那儿 快来吧 是, 少奶 你吃了那些药之后 是不是舒服一点 不是药, 是你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就算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也能支持你 家齐, 那不如我搬过来 亲自照顾你 让我们两个一起 度过这一场难关 让我们两个保护 小七二会逢空化吉的, 好不好 那好吧 我试试求娘 奶奶 娘 如薇 你曾经跪着向我发誓 说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都要保护乌家唯一的香火 为什么现在又反悔 奶奶 你应该明白 我们是两夫妻女 小七二也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们不想被人拆散 婦女 好 少奶奶 洛大夫说过 一定有定时吃药 让我来 等婦女事后加齐 这里有婦女, 你出去吧 如果你不听话 害了我儿子和孙子 我就在父老面前忧了你 娘说得对 你对 你对 小七二也有这种病吗 家仔 我抱个儿子过来 就是想跟你说 你这个病不是绝症 因为我和儿子 会天天帮你祈福 所以你的病 一定不会绝望 一定会痊愈的 我不会绝望 虎兰怎么也会过去的 等等 如明 难道只是你心痛 家仔和小七二吗 我就不会心痛他们了吗 我是为了护家 才逼着拆散你们夫妻和父子 如果 如果 如果你再跟我作对 我就会带小七二进地牢 然后送你回柳家 只要可以避得过这场灾难 我什么都能做出的 不要 娘 不要 不要 你千万不要叫月薇回去 月薇 快去小七二走 我们不要再见 等大黑暗的诅咒跟着我走 我就说你 要为我们的护家保住我们的儿子 奶奶 我错了 娘 娘 娘 不要怪娘恨心 我这样也是为了护家 娘 娘 你 扶牛真的好本事 洛大夫 真是菩萨大开恩 不…应该是洛大夫妙手回春 才对 陸夫人, 小心 我說你也不相信 你自己看看吧, 你看看吧 魚薇說她日夜幫家齊祈福 果然靈驗 不是魚薇的功勞, 是虎紐 少爺, 我替你擦吧 虎紐, 我沒事了 你沒事嗎?好, 讓我看看你有沒有事 是, 洛大夫, 坐吧… 全靠洛大夫管教得好 教虎紐如何照顧家齊 家齊才會好得這麼快 你看, 現在還可以這麼有精神踢演 是呀… 虎紐真是一個聰明伶伶的好女孩 是呀… 我們烏駕幾代都欠洛大夫的恩情 我還記得洛大夫正式出師 接管人禍堂那一年 剛好就是我們家老爺優惡後證 那時候多得洛大夫那些藥 老爺才不用受那麼多苦 老夫人, 我和家齊雖然沒有正式結拜 但是共過這麼多患難 已經是情同手足了 是呀… 我來照顧家齊 有幫他分擔照顧這個家 這都是義不容辭的 是呀… 只可惜我們烏駕無福氣 不可以有個像你那麼出色的兒子 是呀… 我來回家… 呀…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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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媽 送媽 怎麼了 有人彈古增 我不是做夢 怎麼會有古增聲 是誰 誰彈古增 不可能 這房子除了漁眉 沒有人彈古增 難道是 不要 不要 不會 不要 不要 你…你去 不要…你不要過來 拜託你 不要…你不要過來 不要 不要 你還有甚麼不滿意的 那個老太婆不是已經照你的計劃 她在床上嗎 不要 我告訴你 她應該像你現在這樣 躺在水裡 要是躺在床上 沒錯 天津 老太婆照你的毒雞 趁她暈的時候 將我推到池塘裡 要我還有人性 我不能下手 三十年前 她一樣是這麼沒人性 將我娘推到火口 害了我娘過了十幾年 生不如死的日子 過了折磨 被索性推我娘去池塘裡 她還要一套千倍萬倍 你居然放過這個惡魔 你幹甚麼 我說的話 你聽不懂嗎 當時她躺在地上 只是一個連掙扎也沒力的老太婆 並不是你後中所說的惡魔 如果我真的下手了 那我就真的變成了惡魔了 站住 不要走 起來 我告訴你 從你開始參加我的 復仇計劃之後 你跟我一樣 都是惡魔 我不是答應過你了嗎 事成之後 我一定會娶你的 一定會娶你的 事成之後 事成之後 居家會變成怎樣 居家會變成怎樣 自從我娘死了之後 我無事無刻 不提醒我自己 要居家架破人王 一個口都不留 你真的可以忍心 你居家一個活口都不留嗎 沒錯 就連你處心積累 尋得到的人都包括在內 我... 其實我應該早就明白 在你的復仇計劃裡 柳如薇根本就不在家庭人王的命冊裡 而且剛剛相反 你去除居家所有的人 為了的就要得到他 在你事成之後 要娶的人根本就不是我 而是他 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將來一定會證明給你看 你為甚麼現在不證明給我看 父母 好 照你的計劃 令護家家破人亡 一個口都不留 我發現 心中有痕 死發上來 更加得心應手 要拿誰的命 輕而易舉 大蝦, 我很害怕 大蝦, 我很害怕 快點走 雪七二, 你快點走 快點, 娘, 我幫你擋住 快點走 快點走 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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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거빛 好 我是壞錢 快點走 是甚麼 好 那邊 好 不留一個門口 停手 你這樣他會沒命的 停手 玄美 玄美 來吧 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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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美…你醒醒吧 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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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美… 你們妖女 她不想知道玄美死地 你… 我告訴你 就連她身上的一條頭髮 也比你珍貴 如果她有甚麼事 你忍住你 她不會有事 更加不會死 因為我只是想用她來試試 你明明是愛我 我…我現在總算明白 你的愛根本就是給她 一點都沒有給過 玄美… 玄美 玄美 我用十年、二十年才能打動她 我也甘心的 但是我不甘心讓你遭她 讓你利用 玄美 我以為自己愛的人死在一起 我也沒有甚麼遺憾 玄美 你又想對付烏家 應該又想得到她的心 我寧願死也不會如你所言 玄美 你一定會回心主意回來找我的 我等你回來,我等你回來 我等你回來 你一定要回來找我的 我等你回來 我等你回來 駱大夫,以為她醒了沒有 老夫人,你放心吧 我裡面的水都吐出來 不過她受了一點驚嚇 我開點定驚藥給她吃 她睡覺就沒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甚麼遲 為甚麼家裡會發生這麼多事 幸好,是小事而已 現在已經沒事了 陸夫人,你的傷口我都幫你看過 沒甚麼大礙的 過兩天就會沒事了 聽宋媽說 陸夫人在那晚好像被甚麼追著 連鞋子都不穿就暈了在池塘邊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半夜三更 突然聽到梁婷那邊有人彈古僧 古僧? 據我所知,烏街這裡除了如薇一個之外 就沒有人會彈古僧了 是呀 而且我早就吩咐過下人 燒了古僧了 就算是如薇也沒辦法彈到 其實是沒有人彈古僧的 可能是太坑 老夫人你看錯了 有,我親眼看見的 那個人的臉形、身形 連彈古僧的神韻都跟翡翠一樣 誰的翡翠 他是… 他是烏街的長輩還是親戚 不…他只是我們家裡的丫頭 後來他嫁了人就離開這兒了 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丫頭 我都忘了他了 是呀 一個丫頭 一隻爐,一隻爐的身價也高過他呢 那麼下賤的命,誰會記得的 要不然他突然出現在梁廷裡彈古僧 我想老夫人你這輩子 說不定也不會記得這一個 可能遇人不數 甚至是 已經草草地見出他悲慘的一生的可憐丫頭 你看看我,我怎麼會說得這麼認真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事 都是老夫人的幻覺而已 何況老夫人你平時對待下人也這麼好 就算這個叫翡翠的丫頭死了 她的冤魂也不會回來找你 怎麼?老夫人,你的臉色這麼差 是不是除了那頭之外 還有其他的內傷 有些內傷是看不見的 但是它就會令你坐立不安 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都不會賣口 令你痛苦一輩子 我…我想去休息一會兒 陸夫人,那你休息一下 我去看看余薇他起來了沒有 回來再看你 我… 我去找見他們的了 我去找他 你想去找我嗎? 我去找他嗎? 我去找他找他找我 我去找他找我找他找他 我去找他找他找我們找他找他找我 任何事都好 我都會在你身邊照顧 玉未 家齊 玉未 家齊 你出了事 為甚麼都沒有人告訴我 你究竟在哪裡受傷了 駱大夫 她緊不緊 要不要去醫院 謝天謝地 幸虧你甚麼事都沒有 不管誰阻止我 我就像你生小七兒的人一樣 天天這樣看著你 親自來照顧你 直到你好為止 老孟芳 我早就警告過你 可是 他們兩個人是被拆散不了的 就算烏家齊有一天 真的不在人世 柳如薇的心 也會跟著她一起死 這諾曼凡聰明一輩子的心機 只是白費而已 我以為你決定 退出我的計劃 就會馬上離開烏家 我本來打算離開烏家 但是現在 我已經改變主意了 我早就知道 你一定會幫我 我留在這裡 是為了要阻止你的好事 破壞你的計劃 因為我得不到你 你也憂想得到柳如薇 除非你遵守你的諾言娶我 如果不是的話 別說家破人亡 就連烏家的一草一霧 你也不用肯定動他 福柳, 福柳, 不要走 你去哪兒 你們來了嗎? 好聲 胡Sir太太 我進去沖茶 順便通知師父 謝謝 師父, 我剛才通知你 我先進去沖茶 幹甚麼, 玄薇 你為甚麼四處走 那天差點滲傷 你應該在家裡休息一下 我已經沒事了 我是專程來感謝洛大哥的 要不是那天 你剛好經過沖邊的話 我想我...那件事是真的 我真的被那隻大黑鵝 嚇得掉下水的 不管是甚麼原因搞成這樣 幸好現在已經沒甚麼大礙 我還在這裡擔心如微你 那天會不會因為 喝得太多溪水 引致痰氣梗塞 還打算開些驅除濕寒的藥 拿去給你補一下 大夫, 我是來服侍少奶的 我們少奶有甚麼事 難道還有勞煩你動手嗎 是呀, 虎柳呢 就最善解人意了 我還要謝謝洛大哥 虎柳又聰明 又懂得服侍人 家齊的病情才這麼快康復 家齊的病也沒甚麼大礙 那也不用虎柳在這裡 不如送他回鄉下吧 不要 奶奶不會放人的 這兩天我不太舒服 她還懂得幫藥給我吃 幫我進補 所以我才這麼快康復 現在奶奶最信的就是虎柳 洛大哥想跟我奶奶搶人 我看多難 她是我推薦的人 老夫人當然不會嫌棄了 虎柳, 難得老夫人這麼相信過你 你要小心點做事 我知道, 大夫 我一定會努力這樣做的了 你每句話我都會記住的 我們也不打架洛大哥了 我們先回去吧 請 查理吧 虎柳, 我有新的藥方 要親自教你怎麼賤的 小喜子 你先送烏小奶奶上車吧 好, 烏小奶奶請 老夫人 如果我說過的話算數 你肯不肯收手離開烏家 你的手 你的眼神 都說得你對柳原味的感情是收不回的 你的嘴巴說娶我, 但根本就是假的 連虎爺的寶劍我都幫你留起來 我又怎麼會騙你呢 你已經是我的人了, 虎柳 看盡你爹的份上, 別跟我作對 我們應該一起對付烏家才對 你看我那時候 心裡只是叫著一個人的名字 柳原味 我不會再被你的甜言蜜語騙到的 小奶奶, 你趁熱喝了它 這些藥是用豬心和藥材 燉了一天一夜的 你睡前喝了它, 可以靜氣通脈 到明天, 我保證你通體舒暢 人清氣爽的 這個人真是能幹 大夫的事你也會做 難怪洛大夫要接你回去 小奶奶, 你的頭髮又黑又有光炸 很好看 小奶奶, 你整個人都這麼完美 我就說, 你懂得煮這麼美味的藥 你才是完美 我兒子已經這麼大了 還要說漂亮不漂亮 你就不同了, 你的樣子長得這麼標致 還有你的眼睛又大, 又有水汪汪 我兒子不用多久去洛大夫向你提親的人 比看病的人還多, 你說是嗎 我不嫁人 哪有姑娘不嫁人 我還可以嫁給誰 我早就已經… 我明白了, 你已經有了三上人 為甚麼還不叫洛大夫幫你去提親 提親?他不會娶我的 為甚麼, 難道對方對你沒意思 那這個男人真是沒有福氣了 有哪一家的姑娘會比你好呢 沒錯, 所以我不憤氣 我恨死他, 他搶走我的衣中人 我恨不得殺死他 小姐, 你小心點, 他全血了 傅柳, 你的手怎麼了 你站在這裡 你幹甚麼 傅柳的身世很坎坷 剛才他跟我提起的傷心事 可能是與人不熟 所以提起這個父心人, 他很生氣 所以才弄傷了手 我真的不相信, 想人會這樣嗎 你懂甚麼?你甚麼都沒經歷過 當然不知道了, 突然衝進來還冤枉他 他跟我又沒有冤仇, 為甚麼傷害我 別再提這件事了, 免得他有傷心 拿一支髮衣去扔掉他 爹 我差點弄傷柳魚尾 我知道 你一定不會原諒我 我真的不忍心對付他這麼好的人 但是… 但是你身前嘴痛死的苦流 又何在一出世就有一個 好像蛇褲那麼毒的心 爹 我應該用你這把寶劍殺了那個 一邊假人切救人 另一邊就害人無數的惡魔 師父 有甚麼事? 我… 想說甚麼? 我…我做了一輩子, 我不想再做了 你到底想說甚麼? 我…我想苦流姑娘 原來你對苦流姑娘有意思吧 師父, 師父你顧頭 那就是答應吧 我不答應 師父 我看你把苦流姑娘送到烏家做事 我…我… 我小義子發誓 如果我娶了她 我不會當她是下人的 我會好好對她 第二次… 第二次, 如果我發誓 苦流姑娘她一定會跟著我享福 我不會虧待她的 小義子, 過來 你看, 你來看看你自己 不是師父不答應你 是苦流姑娘她不會答應你 你覺得自己配得起她嗎? 小義子 小義子 你應該找一個適合你的姑娘 好好地生活 怎麼也好過找一個不愛你的人 和苦流過一輩子 我娘到死都後悔嫁錯了人 你應該不想害你自己和苦流的 小義子 佛祖, 我爹生前經常上香給你 求佛祖開恩, 指引我一條生路吧 或者是我和祖前世孽緣未了 今生今世, 才會雙生雙黑 既然我對祖不忍心 那我就放棄我爹的寶劍 求佛祖賜我勇氣 讓我永遠離開祖吧 這間廟香火鼎盛 每逢初一十五 很多善男信女都會來上香 祈求佛祖保佑他們一家都平安 你便把困擾小七兒的未來 交給佛祖來裁定吧 怎麼了?你連佛祖也不相信嗎 當然不是 佛是一路香 我又怎敢冒犯佛祖 只是, 我雖然不相信 但又無法解釋 大黑我為甚麼會像陰雲不散般出現 這個謎, 佛祖真的能幫我解開嗎 或者是前世恩過的機緣 冥冥之中 經常會有令人解釋不到的異象 所以就很需要心中有份 來堅定自己的意念 來 請佛祖明示 小七兒 他是不是一定要不准接近爹 才會逢胸化吉 如果他真的要決定做一個苦命的人 請佛祖指點迷津 幫小七兒能夠脫離苦難 萬一我可怕 願未, 別怕, 是我來的 來, 再試一次 我不信也不行 婆婆用家齊和小七二的命 做道主 如果我可以違抗 萬一我後症的毒酒真的應驗了 每次我看著小七二 站在窗口等她爹來看她的時候 我就心如刀割 因為她根本不知道 她爹要等她睡著的時候 才可以來看看她 婆婆的話我不可以不聽 佛祖 我求你開恩告訴我 究竟有沒有我後 究竟有沒有大恨我 如果是有的話 為甚麼偏偏又要對付我最深愛最疼的人 我求你給她指引我 我求你給我一個公道 我求你給我 余美 余美 佛祖知道你的苦情 你就在她的前面 痛痛快快地哭 來吧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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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洛曼凡, 我無法對付你 我就報復在你最深愛的女人身上 我要令她失去最深愛的人 和我受到同樣的痛苦 這兩個是什麼紙? 父 紙 好聰明 我要爹… 小七二要找爹 來 求平安的香, 居然會著火 我看連佛祖也管不了我們的烏鑑 終於都看見你爹來了 來 是你呀, 洛大哥 小七二, 乖, 爹明天就會來看你了 洛大哥, 都這麼晚了, 什麼事? 已經這麼晚了 要來的都還沒來, 是不是? 小七二都等了幾天了 怎麼都會有點失望 小孩子發一下脾氣, 你千萬不要見怪 嘘 小七二, 一會兒洛蘇蘇 如果帶你去見你想見的人 那你肯不肯, 吃洛蘇蘇一口 又或者叫我一聲洛蘇蘇 走吧, 家齊在這裡等著我們 家齊一定等得很心急的了 你看, 在那裡, 家齊 小七二 叫爹… 對不起, 爹這麼久沒去看你 因為這次媽媽知道連佛祖都生氣了 所以她女人家不讓爹再跟小七二見面 算了, 已經半個月沒見過了 小七二, 還不快叫聲爹 這個兒子, 這幾天都吵著要見爹 怎麼看見又像啞了一樣 其實小七二的心叫了我, 我也聽到的 就像我掛念你, 跟你娘一樣 你心也明白的, 是不是 月薇, 娘最近又拿了我的八字去算過 結果就是 每個人都認為我和小七二 這輩子都沒有父子的緣分 所以, 娘打算等到他捉七歲 就送他走 所以, 我們一定要好地管教這個兒子 以後, 他到外面的時候 才會讓人喜歡, 受小年婦 不行, 我不會送他走的 小七二, 已經等於沒了爹 我不會再讓他沒了我這個娘的 不要 羅大哥 謝謝你的細心安排 我們一家三口 才可以趁娘睡了見了見面 羅大哥, 我這一輩子 也註定不可以黑盡負責 親自教導小陳彥 我之後把他交給你 家齊, 你有甚麼事 儘管交代我幫你去做吧 更何況有我這個大夫在你身邊 你的身體一定會一日比一日好的 你看, 以為他對你這麼一片癡心 你怎麼忍心說這些晦氣的說話呢 駱大哥學會廣播 有紮心人口 有你幫我教導小七二 可以說一下他的福氣 如果真的有這麼一日 我也能去安樂 好 自古就有逆子而教 更何況小七二 就像是我親生的骨肉一樣 我們這麼有緣 我是很應該盡力地去教導他 以後我們兩個都要以他為榮 爹, 娘, 我認識蛇馬了 爹, 娘 看到了 好玩嗎 好 爹, 娘 爹, 娘 我身子這麼虛弱 不知道等到哪一日 只能帶自己的兒子 在這邊帶草原上奔馳 你別這麼心急 你養好身子, 想去哪裡都行 如果真的有這麼一日 我會同時騎著四匹白色的駿馬 我還沒聽過有人有這麼個本事的 不是, 其實 而是我 會和四匹白色的駿馬飛馳 駿馬的後面 載著的 是我果父駁官 叫我 DID 一夜 過 任星盼海 絲緣的光 月夜時靜 为陈世所愿此终 看天看地 看天人家庭 西山情愿早已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